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上乾坤 悔誓言字 无人闻 一阵荒凉 几缕缘魂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雨滴吹来 心事尘 白首功名 红梅体恨 英雄遍地 踏成魂 老了情深 忘了归城 好 好 恭喜啊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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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骑士已到 首先 欢迎各位的光临 清云瓷庄 前身是蓝水 历经江月 罗英 两位前辈英雄 祈福劫难 九死一生 今日 攻推罗秋燕继任新庄主 煞雀为盟 鬼神不欺 天地共有 好 好 好 上香 开光 煞雀 开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总不见得让太太来吧 太太 太太 是不是偷偷被诱犯了 快把她扶住头 扶住头 太太是不是经常偷偷 让她两个先出去 桂仔 先在外面等我们 太太 姑娘 这个虽然不是好东西 但是可以救济 能救济就好 能救济就好 我去倒盆热水 麻烦先生先照看一下太太 好 太太太 了 太太太 太太太 太太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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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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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少爷 来 来 来 走 来 亚历山的先生 真的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 我没想到你还能帮我老婆安定心神 那我就不着急了 没什么没什么 其实我也不知道太太会发生这种状况 您又不在府上 我也只是救急而已 一场虚惊 这没关系 我应该感谢你才对 不过你刚才给我太太用的是 那是从一个朋友得来的 这个博来品 只有一时之急倒是蛮管用的 好 这个我们以后再聊 现在我们谈谈我们自己的事吧 你上回给我的货质量参差不齐 临时收购的嘛 那肯定是杂乱一些 不过我现在认识了一个重要的伙伴 他能提供稳定的商城的货源 那人是谁 葛老板 你这不是逼着我卖关子吗 不过我要提醒你的是 如果要的是好货 价钱也得好 这个你放心 我们玉兰堂讲的就是信誉和质量 那我明天就过来拿钱 明天我倒不在 但是我会把钱安排好的 对了 你最好尽快地再腾出一个地方来 存货啊 地方我这倒有一个 我希望 我希望你早点用好的货把它给填埋 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小茶壶 干嘛 这张银票五百大羊 哇 谢谢你及时告诉我们 就因为那个事情 你就给我五百块大羊啊 你要是能帮我们更大的忙 有一千块大羊等着你 一千块 现在我知道了 你想买高云飞的性命 是不是啊 不过我告诉你啊 我不会因为你给我多少钱 而去出卖高云飞 不会因为给我更多的钱 而去杀害他 你懂不懂 一千五 考虑一下 不行 怎么 你想加价 喂 钱够多了 再多也没用啊 我只是告诉你 如果 我按照你们那样说的 去杀害高云飞的话 别人会指着我的脊胆骨说 我是一个出卖主人的一个卑鄙小人的 你懂不懂啊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的 我有我自己的底线的 我做人有志向的好不好 哎呀 我还真是没看出来啊 你说你一个妓院的小茶壶 还有这种志向啊 妓院出来怎么了 我告诉你啊 英雄不认出处 你呀 狗眼看人逼 不跟你说了 走了 到底点啊 你也知道关心我了 放心吧 我自己有数的 好了 走吧 小燕 我不知道该劝你呢 还是该恭喜你 什么意思啊 最近我发现那个小茶壶 是越来越接近你了 是啊 但是 他什么时候才能成为 对我们有用的人呢 你呀 我说 你能不能向你爹弄点枪啊 枪 你要枪干嘛 人家只是问问嘛 看你那么急干什么 这枪啊 现在可是最要命的东西 你看 城外有陈九明 城内有孙中山 还有各地的军阀 光我们滇军 上下就好几个事 对我爹来说啊 多一杆枪 他就多一份安全 咱们要什么枪啊 就让我爹保着广州大门 咱们好好享受这世外桃园吧 听说余小姐昨天晚上是通宵达旦呢 我还以为你像洋人一样 下午才起来喝咖啡呢 还不是为了你 我陪那个小子 赌了一晚上的钱 睡也没睡好 你还跟我说风凉话 我怎么敢跟余小姐说风凉话 我只是想真诚的说一声 辛苦了 辛苦有什么用啊 又不能吃不能喝 也没有人关心我 我想关心你的人多得很 我想差还差不进来呢 快说说那个小子怎么样 他现在啊 已经是负债累累 欲罢不能了 那真是太好了 因为我马上就要跟他摊牌了 无论如何我得有绝对的把握 这样我们提出的条件他才肯答应 那只有答答军响的主意了 军响 把握的征策 我的打型鹊 は何大大? �手 少女 这是我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一定要把马步练好 练好了之后 本书教你这个 哇 哇 哎 坤叔 坤叔 你打得好准啊 枪法好厉害啊 教我吧 教我吧 好不好 想不想学啊 想想想 练好武功才教你 还练我 对了 我跟你的书看到哪了 找不到了吧 不不不 我都看到 我都看到 每一页都看了 我看了书以后才知道 世界上发生了好多好多事情 还有好多人在受苦呢 后来想想啊 罗秋燕和高云飞之间的仇恨 根本算不了什么 对 明白道理就好 你好 你好 沈教官在吗 刚才还在 可能出去办事了 好 我在里面等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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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教官 你的朋友在里面等你 你怎么才回来 你找我什么事 没什么 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 很不巧 我刚刚吃过 那我自己吃 报纸我看看 好 非常完美 那我应该得到的 是金币 如果你能够帮我们做得更多的话 当然就有 我知道 我能不能问你点事 你是不是跟于小姐在谈生意 什么门门 是枪吧 亚历山大先生 如果我是你的话 管好自己的事情就行了 嗯 当然 哎呀 其实我只不过是想提醒Mike先生 在广州有大把钱 可以买得起军火的人多得很 你又何必一棵树上吊死呢 谢谢你的好意 枪支 现在是军政府管的最严的东西 我可不想为了几个钱 而掉了脑袋 那 我呢 我不也是 走了 我听坤叔叔 你最近在练武啊 你叫我来 该不是让我过来欣赏的吧 嗯 是被你这么想 不过你胆子挺大的 你一个人来 还不多带点保镖啊 啊 行了你 别抬举自己了 你也不过就是一个小跟班而已啊 还摆这么大的臭架子 要本庄主出来见你 喂 抬不抬举是我的事情 来不来是你的事情 喂 脚可是长在你自己的身上 你爱来不来 哎呀 你知不知道啊 你现在离我飞刀的距离很近哦 快说 什么事 啊 你知不知道最近商团在外面做了很多坏事啊 这个我知道啊 这个陈小和 还想让我们掺和进去 这不明白着让我们跟政府作对吗 我才不会上这个当呢 我现在正让吴叔叔跟他们打太极拳呢 可是高云飞他 他越泄越深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他是你的好兄弟 你是他的好狗腿子 我 你说你今天叫我过来 难不成想让我听这些吧 你说话能不能客气点 我不是欠你人情的吗 是啊 怎么了 你不是要找高云飞报仇的吗 什么意思 如果 我知道高云飞把新买来的武器放在哪里 我去把它偷出来 能不能把我欠你的人情一笔勾销啊 偷枪 你不信我会这么做吗 我一直都相信你会这么做的 只是我搞不懂啊 你这么做是为了帮我 还是为了帮高云飞啊 这是个秘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走了 等会儿 喂 送我鞋啊 不对 这不又欠人情了吗 喂 也挺好 有新鞋穿了 秋衣啊 我在想 这不会是个陷阱吧 我看应该不会 高云飞如果真的想整我们 完全没有必要飞这么大的劲吗 况且 你说这军政府 把枪把得这么严 这是公开的秘密 我想也是高云飞的秘密 秋衣 你是不是想用这批枪去勾销两家的救债啊 我怎么可能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他 我现在一闭上眼睛 就是我爹死前的惨样 我只是在感慨 你说像高云飞这么坏的人 身边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好的兄弟 秋衣啊 不就是一个小茶壶吗 你何必看得那么重呢 再说小茶壶现在对高云飞死心塌地的话 我们不妨另做打算 什么打算 如法炮制 照做 我看不太行 这个刘玉生刚刚死 现在还哪有人敢再去啊 秋衣 你还记得吗 当初我们为什么能控制刘玉生 不就因为打好他姐姐这张牌吗 那么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直接令他姐姐呢 这么做也太残忍了吧 你什么时候变得菩萨心肠了 你不是要报大仇做大事吗 最忌讳的就是富人之心 秋衣 我可提醒你 自从你接管青云瓷庄之后 你就应该想到你已经不是一个仁慈女人了 可巴不然 帮助来 JUAN 斥 Dude 好了 现在我们不追 吃饭吧 阿娇 把饿腹肉拿来 我 少爷 少爷 是 高老板 杨丽山的先生 你这么着急找我有什么事啊 我冒了很大的风险 拖了朋友 好不容易才搞到一批您要的那个私货 但是您一直没有给我回音 我就不知道 这单生意是做还是不做 做 一定要做 我马上找王大哥 现在军政府查得很紧 少一个人知道就少一份风险 而且我也听说过 你们的烟土被查超过 那只是一个偶然事件 我们还是做一个小心的商人才好 没错 小心很重要 那咱们就说定了 这单生意我只跟你做 别的地方我不送货 我直接送到你这来 好 你让我好好想想怎么安排这件事情 再说了 莫愁这笔钱还需要一点时间 好 那我就今后加音 好 告辞了 谢谢 告辞 这怎么可能 她说过她在那里做事的 乔小姐 我去打听过了 可是那边的人一提到你弟弟的名字 好像特别紧张 什么意思啊 我也觉得很蹊跷 不过 你一定要有耐心 千万别自己出面 这事还是由我来办 有了消息 我会马上告诉你的 乔先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 乔先生 你尽管打听 花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 乔小姐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钱呢 这是我弟弟帮朋友寄放的 但是我想 钱总是能赚的 可是 我就这么一个弟弟 我吃苦 忍受侮辱 全是为了他 他要守个三长两端 我也不想活了 对了 我忘了告诉你 这是我弟弟 最后一次来的时候留下来的 他的失踪 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让我好好想想 至于这个钱嘛 你还是自己留下吧 吴先生 您真是个大好人 谢谢吴先生 亲爱的亚历山达 亲爱的亚历山达 这位女郎很漂亮 你不懂 美女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特别是东方女郎 她们更加含蓄 神秘 那我们不妨去西关体验一下 说正是吧 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 我现在特别需要枪 哦 现在没货了 我跟于小姐也是这么说的 嗯 好啊 那你就是 不想再要军销的秘密呢 有一批香港卖给安南的武器 被退货了 现在就在广东 其实没别的问题 只不过 食杨比较老 优点是价格不高 我要 只要是弄的想的 我都要 就算是再便宜 也都要付定金的 太现实了吧 嗯 好吧 我去跟夏家商量 其实也不用那么麻烦 这批货呢 我可以送给你 反正也是退货 送给我 送给我 那代价是什么 观影黄埔军校的一切 你以为我做得到吗 嗯哼 先生 这边请 老爷不是不在家吗 你们这是 这位是亚历山大先生 他要去看看仓库 少爷交代了 他要去看仓库随时都可以 可萧小姐在后院散步呢 太太在啊 那 那我们可不方便去了 可是我的事情很急 有小茶壶 让她带你去 那就跟我来 走 走 吃饭 再见 那 大了 就这儿 这么小 小 这个地方很大的 要是填满了 可以放很多东西呢 你乱翻东西干什么 少爷可没让你乱翻东西啊 你知不知道 枪支弹药是危险的 弄不好这里就砰 告诉你们少爷 把这里的东西都搬出去 那我改天告诉少爷 你看过没有 你怎么了 没事吧 我的肚子肚子现在很疼 想去厕所 那你知道毛厕怎么走吗 我知道 你知道知道 你去忙吧 不用等我 好吧 你一个人偷偷摸摸的来这干嘛 我上次帮了太太 难道 就换不来一句感谢的话 原来 你就是为了这句话来的 那谢谢了 其实 我是想太太一个人 孤独地坐在这里 又没有人照顾 这个时候 一定感觉寂寞 一定 需要这个吧 你是想说 我寂寞的时候 需要这个 更需要你吧 太太 你知道了 我第一眼看见你的时候 我就爱上你了 虽然你的身体不好 可是却更加处处动人 我从没见过这么优雅的女士 我真的爱你 我可以把一切都给你 你要什么 财富 鸦片 还有 还有这种 我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东西 你连这个事什么都不知道 就想用它来勾引我 害我 控制我 你们洋人呢 都是这样吧 自由浪漫 想象力丰富 这是个好东西 可惜 我不需要 你千万别激动 不要折磨我好吗 你要什么 你说 好 我告诉你 我要 我的脚 它曾经很美丽 可我失去了它 我还失去了自由 你能给我吗 我可以试一试 不不不 我完全做得到 只是 只是我需要时间 因为我现在 正在和你先生做买卖 我你 滚 所有人都是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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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你刚刚听到什么 给你的 就当留个纪念 你不能告诉别人 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吃的 这么大的一个钱庄 现今只有这么一点点 怎么回事 阿弟啊 也别怪他们 每年这个时候 都是进货储备的高峰 都是资金流动 最频繁的日子 再加上 你上次预知的汇票 就是从洋人那里买 那个的钱 现在是我们商团 急需用钱的时候 从今天开始 磁庄不能大量进货了 而且码头的船也要控制 我看把茶庄和私庄 先关它几天 这个代价太大了 我们不要考虑代价了 我现在还得找陈老板商量商量 我听说那些高官们正在密谋 又要出台对我们这些商家不利的措施 你派个人 把小茶壶给我找来 怎么 你一句话都不说 练武练傻了吧 我话多了呢 你说我多管闲事 胡说八道 我不说话 你又说我傻 反正你现在做的很多事情 我都看不懂 所以最好 还是不要开口 少说为妙 一肚子的话都憋着 你不难受吗 难受 那就难受呗 小茶胡 不要以为我对你客气 你就可以胡来 这个世界 很多事情是讲不准的 但有一点你记住 只要保证自己最大的利益 不受伤害 这就对了 我让你问陈老板的事怎么样了 陈老板呢 一开始不肯告诉我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不肯说 后来呢 我就略施小计 他就说了 他说军政府 马上要加征一种新的税 而且税费很高的 这就叫官逼民返 我看为时不远了 爱情像一场 亚历山大先生的胃口 是越来越大了 赚钱呢 是我活着的唯一动力 穷了半辈子了 好不容易攀上一笔 这么大的买卖 你说我舍不舍得放弃 哪家商夫 谨慎呢 是我的存身之道 可是现在要枪的人 是越来越多 孙多 周少 你少来这套 轰抬价格的手段 在广州除了我 谁还能定下 这么大的担子 我们的老朋友 云兰新小姐 你没有发现 很久没见到他了吗 他 他需要枪吗 觉得厉害 有消息说 孙中山要出兵东江了吗 难怪他说要找我合作呢 可好几天没见他的踪影 现在对他来说 买枪是最重要的事情 而且现在黄金看涨 他已经没有时间 去筹购资金 他这次去 陈炯明会为他准备硬通货 黄金 我知道了 放心 我会通知夏家 让他尽快筹集资金 绝对不会比 于小姐的少 我是一个公平的商人 金子我喜欢 当然 还有些其他东西 我可能会更感兴趣 什么意思 孙中山的北伐计划已经出台 俄国顾问团那里一定有 这事我得 我得想想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 谁让你来我们家的 我现在有你这个庄主朋友 我还怕什么 行了 要没什么事的话 就赶紧走吧 等等 我给你高云飞的这些材料 你不能够动他一根寒毛 如果你对他不利的话 我从此就给你势不两立 知道吗 我也告诉你 他可是我的杀父仇人 我会这么轻易地放过他吗 可 可高云飞他对我有恩呢 我要是出卖我的朋友的话 我小茶壶怎么在江湖上混呢 可他用那些军火去杀害那些无辜的人 你也能看得下去啊 当然看不下去了 可我跟他说过 我也劝过他 他就是不听 我有什么办法 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给你消息啊 其实我是为了他好 他根本就不明白 弄了半天 你在为他好啊 不 我也是为了你好啊 我知道你为我好 所以把这个消息就给你了 更何况我知道 你把这个消息一转手的话呢 就可以换好多好多的钱 到时候记得我啊 行了行了你 我问你 他买这么多的武器 哪来那么多的钱啊 你看他 把磁装 磁装全都给关掉了 就为了那件事情 何苦呢 为什么不穿我送你的鞋子 你知道吗 从小到大 你是第一个送我鞋子的女孩 我舍不得穿那双鞋子啊 我知道你对我好 什么 谁对你好啊 我告诉你啊 我才没那个时间给男人做鞋子呢 我只是前几天给父亲收拾东西的时候 发现有一双他没穿过的罢了 而且 什么 而且 我在想 你不是前两天在帮我跑腿吗 所以我才把鞋子送给你的 不许想歪了 我想歪了吗 我想歪了吗 你赶紧走吧 快点 赶快走吧 等等 告诉我你喜欢什么东西 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人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不想欠人家的情 我也想送你一样东西 我就是要你欠着 走吧 走了 你想好了 我可走了 叔叔 是他冒冒实实来找我的 小茶壶找你有什么急事啊 他说高云飞现在正在收购枪支弹药 而且资金上已经快支撑不住了 就连他的生意都已经快停了 哦 他没钱的就给他钱 送钱上门呢 这么做 行吗 哼 我本来就在想 小茶壶去做卧底 那就是人心隔肚皮 叫人不放心 我现在想了 不妨我们再派一个不速之客 不速之客对高云飞来说 他不会太戒备 祝福 我不能不能再派一个不速之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那一年 海藏依旧 那一年 淡了相仇 参不透 今生的邂逅 要说从头 欲欲欢休 那一杯 愿愿轻愁 那一杯 善罢甘酒 等如今 来世的回眸 回不了的 苦水难受 仿佛下的 海藏依旧 到无尽的 树苑情愁 要说从头 苦水难受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你的黑发 陪不到我的白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